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句话是苏东坡写的 没想到吧 他出自苏东坡的蝶恋花春景 我们知道苏东坡是豪放派词人 但是这首词是妥妥的婉月派 而且他还被清代文学家王世珍评价说 完全不输给婉月派代表人物刘勇的词 花褪蚕红 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棉 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鞦韆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笑见不闻 声见敲 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到底好在哪里呢 其实好就好在 我们这一生中一定会经历 这首词所描述的这个心境 而当我们经历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不由的感慨 就苏东坡你怎么能够把人的这种细微的情绪 捕捉的如此准确和生动 古人说表达这个爱 真的是比我们现代人高级多了 他不会像我们现代人一上来就说我爱你的 而是跟你描述一个故事 这故事还特别的有画面感 有电影感 我不想想一下 春天的气息渐渐褪却 杏花凋零 枝头开始冒出又小又轻的果实 残虹之后是轻性 残虹让人遗憾感伤 但好歹还有轻性 总暗含着一点未来的希望 然后镜头从杏树摇走 你看到远处有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 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 你看这个绕字就很好 燕子绕舍而飞 然后绿水绕舍而流 一个绕字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的流动感 但是流动中呢 又带着一点点无处着落 接下来就是非常著名的两句 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树上的柳絮被风吹得越来越少 你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伤感 但他又紧接着安慰自己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们后来经常拿这句话来安慰那些 在情感当中被困住的人 我们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 可是当你真的身处在情感之中啊 你问自己 若水三千 为什么你就独独取那一瓢眼 千帆过近 你为什么独独就忘不了那个人 所以天涯真的何处无芳草吗 我们知道苏东坡有一个侍妾 叫王昭云 苏东坡晚年被贬惠州的时候 昭云陪着他 他让昭云唱这首词 结果昭云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 泪满意惊 苏东坡问他为何伤感 他说 我所不能歌 就是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两句 其实苏东坡在这里是化用了屈原在离骚中的一句话 何所独无芳草兮 又何怀乎故语 天涯何处无芳草呢 又何必非得怀念故国 可是当你发现啊 其实不管在这里芳草究竟指代的是什么 人也好 国也好 情感也好 你可以用一百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这种鸡汤来安慰自己 但是当你面对那个执念又跨不过去的时候 真的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奈 然后我们来到词的下却 上几句写的是井 下几句开始写人了 墙里秋千 墙外道 墙外行人走过 听见了什么呢 墙里家人笑 这个时候你发现整个画面好像活络热闹起来了 你听见了一阵阵银铃般悦耳的笑声 啊 是少女在荡秋千 你可能听着听着就入迷了 让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 青春的笑和这春天的景好像注定就要搭配在一起一样 可是听着听着笑见不闻声见敲 声音渐渐消散 就像花褪残虹 就像柳棉吹哨 美好就这么一瞬间 流都流不住 她走了 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墙外 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被她打动了 多情却被无情恼 我觉得这个恼用在这里真的是太好了 《红楼梦》里也经常说我恼了 你看那个恼子 我觉得中间好像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情绪 它首先是有一点点埋怨 然后又有点生气 对你的生气 但事实上更多是对自己的生气 生气自己为什么要对你多情 然后这中间还有一点悲伤 悲伤的是我的多情换来的是你的无情 最后这中间还有点不甘心 所以你看汉字多厉害啊 一个脑子余韵悠长 你给它换成苦 换成怒 换成伤 都不如脑 多情却被无情恼 最后还要摸摸鼻子自嘲一下 这首词用了一部微电影一样的展开方式 为我们描述了所有沉浸在爱里的人 一定会经历的情感 本身它就需要有张力 它会在快乐和悲伤 这个情绪预知之间来回游走 而文学 诗歌 艺术就在这里诞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